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很开心可以访问到梁朝伟了 我记得上次真的跟你聊天 你记不记得是2013年 好像是那次和 我第一次坐飞机 坐飞机 回来 去一个奖 不知道是颁奖典礼 回来 我们大家在等行李 聊了几个月之后 2013年 就没有见过了 再见过在哪里 你一定不记得了 在这里 你很神奇 我通常很早去超市 因为没有人 那天我看到你 我也是这样想 因为没什么人 你也是这么早 你这么早做什么 买食 通常我自己 我早上六点 我通常起床 这样做运动 然后运动 运动做到10点多 然后 走一下 然后出去买我要吃的东西 因为我平时吃东西很简单 一旦吃沙律 一旦吃桥墨面 沙律你又不能放太久 我早上一早去超市 选择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回去自己做 你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健康的 我又不是特别为了健康 因为我自己肠胃 经常都很容易 会不好 我很容易食物中毒 是 你食物中毒很惨 是 如果你在开工的时候 人家不知道你有多不舒服 但你又不能说 你说不到给他听 好了 说到这里 就一定要怀下狗 以前我们也是同事 有拍过剧集 那时候你有没有觉得 吃什么都不用管 睡觉又不用睡 那你这么注重健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时候开始 我想都差不多 最少有20年 是 因为我就是觉得拍戏的时候 如果你病很惨 是 病也要开工 是的 我发烧黄家卫都说 不行了 是 章之夜今天最后了 你们怎样都要来 我发烧开工 那就好 其实大家都现在注重健康 最怕是病 其实我刚才来做这个访问的时候 有些朋友就说 见到我跟你 是很多年前做过一个访问 我想你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 那时候讲很多年前 讲几十年前 当时你还是很年轻 在电视台数一数二的男一 所以访问 我有问你一条问题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的答案 我说 你有没有打算退休的 你又回答我 你记不记得 你那时候的心态 你是打算多少岁退休的 真的不记得 我肯定那时候 是经常打算退休的 你那时候 我想是二十多岁 未到三十岁 你跟我说 三十六岁一定退休 哈哈哈哈 那什么改变了你呢 我相信是因为 开始的时候 开始我开始做演员 我觉得是因为 开始的时间 的确实是很辛苦 是 但是我觉得 你不是经过这么辛苦 又不会有今天的我 嗯 那现在可能 慢慢的人长大了 又 你看东西又不一样 你价值观又不一样 你个人都轻松了 嗯 那变成了你 不会有这么极端的想法 我相信是 最近这十几二十年 我想十年 就是会 个人轻松一点 是 就是不用说 要退休 嗯 你想做就做 还有这份职业 是你最喜欢的吗 应该是 你想不到 除了运动之外 是的 你想不到你会做什么 我就想不到 做运动员 哈哈哈 做运动员 你会做哪样 我很多运动的 是 我又喜欢mountain biking 又喜欢帆船 又喜欢滑水 又喜欢冲浪 总之我什么都喜欢 是的 你很喜欢水上的活动 是的 因为你香港的天气很热 是 那你夏天差不多是 占一年最多的时间 那有什么舒服得 那冬天呢 冬天呢 冬天照玩的 不是穿那些 长袖衣服 哦 你不会说去跑步 我又不是 特别喜欢 因为跑步是很 我找不到很多的变化 我喜欢跟那些 有大自然互动 而且每天都不一样 嗯 譬如你帆船为例 嗯 每天都不一样 因为天气每天都不一样 你自己状态每天不一样 是 风向又不一样 是的 你要学到很多知识 嗯 以前里面是怎样的 你又会留意天气 什么变化 嗯 那些水啊 那些current 那些叫做 突然间有些风 因为天气热 令到海 是 有些guts 是 我以前不懂的 但是玩了凡准之后 你会觉得 很棒 真的很热爱 是的 疫情期间 你做了什么 在说疫情 已经一年多两年了 是的 拍了两部电影 是 飞来飞去的 你需要不需要 quarantine的 quarantine 无数次quarantine 演中我过 是的 说一下这部电影 聊了这么久 也要说一下这部上戏 我相信梁朝伟是不断有外国的电影邀请你去拍的 嗯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部呢 我其实也不 我其实 我整天觉得拍戏是 讲缘分的 嗯 不是说我想拍一个什么戏 就可以拍到什么戏 我觉得是他出现 然后有时候 那个导演不喜欢我 或者我不喜欢那个剧本 嗯 或者我喜欢那个导演 但是我又不喜欢那个角色 嗯 所以你整天都没有办法 令到这一件事是会发生的 嗯 但是我觉得当时间到的时候 他就会发生的 嗯 刚巧那个导演又很喜欢我 我又很喜欢那个project 或者我很喜欢那个导演 嗯 或者我很想试一下一件事 嗯 我觉得是很多 因为你需要很多 因素加在一起 那你才可以令到那件事发生 就好像一件傢俬那样 那些笋位要对的 夹夹夹夹 是的 这部电影是怎么找你的 怎么接触你的 是那个导演找我上 和我聊一下 那我就 你接戏的要求是什么 你需要先看完剧本 最好 最好 你应该也拍过很多电影 是没有什么剧本的 会不会 嗯 但是也有个想法 是 有个故事大光 但是这部电影 你知道Marvel很神秘 嗯 那开始的时候 我和导演 谈过一次 视像电 视像会议 他可以告诉我 就是说 你是做大反派 嗯 你的角色有很多層 嗯 接着我说 我需要不需要打 不用打 因为你有那些 Rings 嗯 我说 那就 那就 就是这么多 哪一句吸引你呢 大反派 大反派是其中一个 因为我这几年 是真的想做一些 和我以往不是很一样的角色 为什么 所有做过 男主角的演员 个个都想做大反派的呢 其实 复杂一点 嗯 我觉得 和我以前 可能你做一个正派 和反派的认识 都不一样 嗯 而且你也拍 我自己做了三十多年 那是时候 我觉得 应该做些 不是很一样的事情 你进去 这样 今天开工了 我是做了一个大反派 那个心态是怎样的呢 哦 这个戏我不是 嗯 这个戏我以为是大反派 后来 到了开工前一个月 让我看 我完全都不觉得 这是一个反派 嗯 反而是一个 很 很人性一点的 嗯 反派 可能今次 Marvel 是希望 用一个不同的 角度去演绎 一个反派 嗯 所以我就很头恨 因为初初我 是expect 是 是反派的 这次好玩 嗯 但是我看剧本 不是啊 完全都不是反派 嗯 很多感情戏 是的 还有很多 很多人性 嗯 很多人性 就是你最初想着就是轻轻松松 去做一个大反派 我又不是想着轻轻松松 原来是要给那么多戏 不是我不是想着轻松松松 我想着是一些 就是邪恶一点的 嗯 嗯 我就说糟了 完全不邪恶 我看完那个剧本 那很难演的 那你怎样会令观众 我会说 哇是这样的 你演得好像好人 嗯 嗯 的而且那个剧本里面我看到 我真的找不到一些 嗯 就是这个人物的邪恶 那怎么去演绎这个角色呢 其实导演帮不帮到你 导演 因为他是 因为我很少 已经是很信任你的了 他很信任我 是 而且我又很少 跟导演谈的 因为我觉得 谈有什么用 不如我做给你看 是 谈的当然我说到天花龙鳳 就是很厉害都可以 是 但是我情愿是多一点 因为初中我去到那时候 Destine都说 你需要不要谈我 我不用谈我 我去到现场 那你有没有维读的 没有 没有维读 一来就是开镜拍的 是 一来就拍 那怎么样 Tony 你卖位 这个镜头你就怎么怎么怎么 你就做了 是啊 那还好就是 我们开始的时候 就是先拍动作 嗯 所以也有一个 warm up的 嗯 的时间 嗯 后来 其实我最喜欢就是 drama的部分 是 就是拍到drama 就零射 真是精神 是 因为那时候拍动作很辛苦 因为刚刚去到 那时候刚刚在澳洲的夏天 是 那 那 需要不需要训练吗 要啊 嗯 就是初初去滑坡 不捨打嘛 后来我去到之后 哇 这么多打击 嗯 那就临急临忙 你有些还 是吗 但是你都要 但你都要有些动作 是 那 初去到 就 因为先前没有准备 初初去到 就比较辛苦 嗯 后来拍一拍都ok 但是天气又很热 又有些古装 所以都很辛苦 就是原来他们拍戏 那个sequence 就是先拍了动作 然后那些闻气 才放在后面 是不是这样 我想他是特意安排 是让我可以先 是是是 就是不用一来 就是他们都很激烈的那些 那些闻气 是的 你有很多演员的 那里面 你又有个儿子 那你 你是不是第一次做爸爸的 是 不是第一次做 但是不是那么大个儿子 但是不是那么大个儿子 是 就是一代宗司 我也有小朋友 是 但是不是那么大的 是 怎样跟他那些感情 可以 好像父子那样 你不认识他的 我还好 因为这个戏 那个爸爸 其实他是一个 他不是说不爱 这些子女 他不懂得怎么去爱 嗯 因为他根本这个人物 他自己都不懂得爱自己 嗯 他得到的爱 是他 法拉做的 我太太的角色 他在这个女人里找到爱 但是他是不懂得爱人 嗯 所以那个关系又是疏离一点 就是我和我的儿子 和我的女儿 女儿就简直是没有理他 是 因为这个 父子像是一些重男轻女的那些 就是一些很传统的 的父亲形象 就是古老一些 古老一些 那如果就这部电影 你觉得拍到哪里是最有难度呢 打 打最有难度 你是不是全部都是自己上阵的 我尽量自己打 但是他们也不会让你 太危险的不让你做 因为你受了伤 是谁 是是是是 那变成了 但是尽量自己做到的就做 是 那就要大家又一起练一下 都要的 是 大家一起练 因为我们一去到那时 就安排了我们 我 法拉 我儿子 师母 和我的女儿 每天大家就在厂 就像我们以前拍戏 在一个床里练 那些工作时间多长 工作时间十个小时 但是他们那十个小时 是全程的 就是中间不能让你休息 没有休息 是吗? 我以为你经常坐在一个陆车里 应该很舒服 不是 不是吗? 我们每天拍的很多 我正常拍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令我觉得是什么 令我觉得是 我以前在电视台 真的? 真的? 你觉得一天拍得完 拍得完 是的 但你觉得也拍得完 这样的运作 但是就很厉害 是 可能他又不想 你中间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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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听过 就是不停有东西在那里吃的 有契纳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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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说放一个小时吃饭 不会 没有 整部电影拍了多久 其实我拍了四个月 算是快还是慢 在你演戏的经验上 我觉得是快 因为他们很有效率 而且他们的安排是很好的 他们的组织很好 所以你每天回去就 很流畅 对 很Pro 你自己觉得 观众应该留意 梁朝伟在这部电影 有没有哪些长口 我们进去看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是 我又不会特别用一个长口 因为我觉得是整件事 我觉得可能以前 大家没见过我这样做 是的 我们看那些Promo 已经是 你的造型 是的 跟我以前很不一样 你在那里 亦逗留了四个多月 就是在一个地方拍 还是要到处飞 我们只是在Sydney 因为在厂里面 因为全部都是green screen 因为它有很多特技 它只不过是可能搭一部分 后面那些 所以全部都是green screen 多数都是在厂里面拍 只是有ending和opening 那些我是在公园 后来搭了一个村 是 我拍了 全部都是在Sydney 不过中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是 我离开了几个月 是 等他们再可以拍的时候 我再回去 你拍完整部电影 自己的经历是怎样的 因为拍Marvel电影 对吗 跟以前拍的 比如文艺片 其他的片都不同 你觉得这次 总结的经验是怎样的 很stress 很frustrated 是吗 是 因为我自己 我本身就是一个 整天都是自己的 comfort zone 的人 我一向都是拍一些 我熟悉的导演 熟的crew 你这次真的跳出来 真的跳出这个 comfort zone 跟一些我不懂的人 我唯一 我觉得可以信任 就是那个导演 其他我全部都不懂 而且我得到这个剧本 好像我刚刚说 得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发觉 一个不止仇人的仇人 那怎样做 因为先前 我开办一个月前 我才收到这个剧本 我去到又要 跟Dialect Coach 这样说 应该要怎样 说什么 一路拍一路在想 所以很stress 但是最后也完成了 嗯嗯 造型在哪里造的 造型在东京 我当时在东京 那我们那个costume designer 就很好的人 飞去东京和Dress 那时候是 我未知剧本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故事说什么 但是那时候 那个服装是帮了我很多 我觉得他在这个戏里面 那些衣服装得很漂亮 我觉得他很有感觉 是 是是 那他第一次帮我Dress 那时候我已经第一次 让我感觉到 我个角色 你就是那个角色 我个角色大概是什么 就是有个初步的感觉 但是后来就要去到现场 开始一路做一路感觉 嗯 那部戏就拍完了 上了 是不是 那你跟着有什么计划呢 梁朝伟 跟着其实我回来 我回到香港之后 我拍了一部戏 一部港产片 那跟着就会 可能回上海彭学图 然后明年去温哥华拍电视剧 就是你 跟我当初访问你那时候 你是完全相反了 你那时候说是36岁 退休 现在是没有想着退休的了 又不是没有想着的 是 就是会 如果你累的时候就停了 那我就玩回我喜欢的运动 嗯 那如果真的隔了太久 觉得不是 都要做一些事情 嗯 那如果又有一个 我觉得很有兴趣 就做一下 嗯 我觉得就不需要说 就是 停 因为始终都是你自己 喜欢的 嗯 所以你 就是以后拍戏 你没有划分 我现在拍了 荷里活片 我以后就要 是不是 去那个党次了 不是的 有好剧本 是啊 那可能那些人又找回你 又是做回文艺 是啊 你也是接受的 我 其实我没有 你现在也跳出了 你的舒适状 是 但是其实我没有给一个 就是给一个限制自己 我一定是要拍什么 我觉得 如果有好的就拍 或者有些东西你喜欢 就做了 嗯 其实呢 梁朝伟每天在香港这样说 那你不会说 由早到晚都是在那里玩水的 嗯 你一天的流程会如何呢 如果没有电影拍 嗯 早上起床 通常两个钟后的运动一定 没有少 每天都是的 是每天 一至日都是的 或者休息一日半日 因为你都要让身体休息一下 那你在 荷里活在拍戏的时候 那怎么样 拍戏就不行了 留一些精力拍戏 因为每天拍十个钟而已 是 但是我梳头化妆那些 都可能两个钟了 那我每天十二个钟其实都很累的 那就是 要留一些体力去拍戏 是 那香港如果不拍戏 就是早上两个钟的运动 然后自己弄完下午 弄完下午 有时候出去玩一些sport 譬如帆船 或者滑水 那便回来 或者看到电影 或者看书 这样 晚上吃个饭 都不可以说是精彩的 都很精彩的 对我来说是很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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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你那天 天气好 玩到一个帆船 玩得很开心 那是很开心的 嗯 因为你不是每天都玩得好的 嗯 我有时候会cap size 玩得不好 那你少少错 那你就 但是也不是不开心 就是 为什么你不参加比赛 我有参加过比赛 有没有拿过名次 嗯 都拿过名字 什么名字 好像第二名 哦 那相当好 其实是不是 Olympics 如果你玩的帆船 是没有年年的限制的 是的 没有的 但是不一定要参加Olympics 就是好像我玩一个 叫做 我们会开心一点 梁朝伟 看到梁朝伟 代表香港 拿了一个牌 你看到 就是今年 拿了那些金文团牌 很开心的 很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体能 始终没有那些年轻人 那么好 嗯 其实是很难的 我只是 我玩运动 是纯粹为了享受 嗯 就是我觉得是一种享受 那也是 就是多个 我不是那些 要喜欢欠 一二三名的人 你不是很competitive 是啊 我不是 我真的我不喜欢这样 去享受一个运动 嗯 我真的纯粹是享受 嗯 就不用一定要赢 之后 你 譬如如果 我一三年 见完你之后 那次都不是访问 现在这么多年之后 见到你 我们说五年后 五年后 你猜梁朝伟是在做什么呢 可能 你那时候就说 36岁退休 我现在再问你一次 不要说这么久了 你猜你在做什么呢 五年之后 我想我会多些时间 就是玩运动 都是水 是的 不是水的 就是 各种不同的运动 我也想试一下 因为 跑下步呢 试一下 我见嘉玲有跑步的 是的 她很喜欢跑步 你不陪她跑 我不是很喜欢跑步的 行山吧 行山我情愿就是 譬如我在 滑雪 我走一些backcountry 就是天气好 背着一些板 然后穿一些钉鞋 一样是爬山 爬山 爬山就下来 但是 不是那些爬山 不是那些 hiking 我也有 有时候 夏天 我在北海里 没有说话 我也会走山 但是 不是特别很喜欢 可能一班朋友会好一点 但是你又不喜欢太多人 是吧 有时候我都喜欢跟我的family 一齐 但是我的family 不是每个都可以走 一走一半 就可能抽筋 嗯 其实如果你这么喜欢 玩水的游戏 是多少个人已经可以了 一个 你自己出去就已经可以了 是的 有个人驾船就可以了 嗯 是的 有没有人驾船 你都可以 因为我很多种水上运动 是的 我有些 电动的板 自己会飞起 好像这样 飞煎那些 我也有 我有stand up paddling 也有 冲浪一个因 也可以 没有说不行 嗯 因为我玩的那些运动 全部都是一个因 嗯 就是我不用很多人 你跟以前真的很不同 以前你都 你都喜欢抱一下 你记不记得 是的 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很久了 我想我二十多三十年前 开始已经没有了夜生活 我最多是吃晚饭的 是 整晚晚我回家 是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跟你拍电视剧 真的很厉害 我们都拍过一两套 拍完我就一定要回去睡 因为我这么久都是早晨人 你还说 我出去先抱一下 然后第二天 我们的通告很早 你仍然可以回来 那时候 年代是要经过的 是的 而且是一些人生经验 是的 在那个年纪 你应该是做那些 是的 这样 希望很快看到 你有另外一个作品 譬如 有没有兴趣 这套是很收得的话 由第二集第三集 你都会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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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敢说 为什么 因为我经常都觉得 我刚才所说的 拍戏真的是一个缘分 嗯 看看老师 看看缘分是怎样 是的 好 我们今天多谢梁朝伟 好客气